2023年12月26日 在中共前黨魁毛澤東名單130週年紀念日上 現中共黨魁高調紀念毛澤東 不禁使人回想起毛澤東一生荒淫迷亂的帝王生活和他的女人們 一般大家都以為毛澤東有三個妻子 楊開慧、賀子珍和江青 其實毛澤東一生只有一個妻子 羅伊秀 羅伊秀是毛澤東的父母為他包辦 名為正娶的原配 羅伊秀18歲時與14歲的毛澤東結婚 結婚時 羅伊秀是坐著花轎來到毛家寺堂 跟毛澤東拜了天地的 這是中國傳統的婚姻 但毛澤東卻逃之夭夭 從未與他同過房 於是毛澤東的父親收了羅伊秀當自己的媳婦 羅伊秀痛苦煎熬了三年後病逝 此後 毛澤東與楊開慧、賀子珍同居 都沒有履行任何結婚手續 卻自稱為夫妻 雖然當時社會上一些激進青年 不屑於傳統的婚姻制度 追求自由戀愛 性解放 但那個時代結婚也是要辦手續 要有憑證的 即使很前衛的人結婚 離婚 也要登報宣布的 而毛和江青的結合更無憑無懼了 在延安 中國傳統的婚姻制度被徹底破壞 因為延安根本沒有結婚登記制度 男女只要公開同居 並以夫妻名義與外界交往 就被認可是結婚 由此而知 毛與原配羅伊秀結婚才是毛唯一的婚姻 後幾個女人與毛的關係就不言而喻了 因此 毛拋棄楊開慧 與賀子珍同居又分手 也就不存在離婚 重婚的問題了 這期間 毛還通姦強姦了很多的女性 被楊開慧痛罵為生活流氓和政治流氓 在延安 毛的緋聞也不斷傳出 眾所周知的是 毛澤東與女記者史莫特萊 及身邊的英語翻譯吳廣會勾搭成先 史莫特萊把交際舞傳到了延安 從此跳舞成了毛鐘聲的最大嗜好 每週必辦無會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舞 而在美女之間也 據曾與毛有染的作家丁玲回憶 此時 毛開始做起皇帝夢 在延安封起了三公六院七十二妃來 毛封賀子珍做皇后 封丁玲為貴妃 毛篡政後爬上了權力的頂峰 窮奢吉欲 歷代皇上的三公六院七十二嫔妃 都不足以滿足她奢華糜爛的生活 毛搬到中南海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在中南海裡搞起了舞會 但很快 這小範圍的舞會已不再能滿足毛的需要 1953年 中共專門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團 要求以革命的名義從各大軍區文藝團體 如華北 華東軍區文工團 總政治部文工團 志願軍文工團 空軍文工團 海軍文工團 選調面貌清秀 體態端正 不滿18歲的少女共毛而樂 當時彭德懷在朝鮮 看到中共的電令 稱毛是選妃子 隨即改動了指令 沒有完全照辦 1958年 彭德懷從朝鮮回國後 發現公安部有個公安軍文工團 團內女兵也是從各大軍區選拔出來的 品貌端正 能歌善舞的年輕女子 幾年來 她們每週六都要到中南海陪中共領導跳舞 彭德懷知道她們的工作是幹什麼的 便給中央軍委寫信 提議解散該文工團 毛只好同意 在彭德懷的干預下 公安軍文工團和中南海文工團相繼解散 但也無法阻止毛的淫亂 這時 空政文工團接手了為毛找舞伴的頭號政治任務 毛的舞伴個個端莊秀麗 每次舞會都由中南海派專車接送 舞廳旁邊有毛澤東專用的休息室 在這裡 舞伴可以單獨和毛在一起 至於幹什麼?一位中南海文工團的女勤師披露 毛澤東一見著漂亮女人就拉上床 她的任何辦公地都有密室 毛身邊美女如雲供她玩樂 她卻永不知足 又開始物色挑選女籍要員做性伴侶 此後 毛每隔一日即上床縱獄 頭一名玩膩了 再換另一位 開始時三天一換 直至所有機要員都被拉上床 彭德懷曾斥責毛澤東 後宮佳麗粉帶三千 在一次舞會上 毛認識了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 孟錦雲和李玲詩 他倆在伴舞中配合默契 姿態優雅 毛即可起義佔有他們 要求機要秘書室主任葉子龍關照他們 葉子龍立即心靈神會 第二天 孟里二人就成了中央一組內 伺候毛澤東的護士了 接著就統整共眠了 1958年至1960年間 在全國人民砸鍋賣鐵 無吃無喝 面臨大饑荒時 毛卻搬到人民大會堂的北京廳 過著糜爛的生活 每天有女孩陪睡 陪睡名義上叫做伴舞 伴吃喝玩樂 伴素 這其中有毛在舞會上結識的舞伴 更多是空軍 鐵道部 後勤部和朝鮮歸來的女文工團員 那次毛澤東在北京廳住了40多天 被享有出業權的姑娘就有40位 此外 毛在全國各地還有150處行宮 其中90座是歷代皇帝的行宮 毛時代建造了60座 其中20座是大饑荒年代建造的 毛很喜歡長期住在人間仙境的西湖邊 因此在杭州建造了巨大的行宮 浙江省民間歌舞團當時的一大政治任務 就是選送年輕漂亮的女演員給毛澤東伴舞 但是否需要演員跳舞 這要取決於色翁毛是否發出召喚 當女演員奉召來跳舞時 有時剛跳幾下 毛就說累了 女演員就得扶她進去休息 至於在密室空間 兩人之間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 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據熟知毛澤東杭州行宮的人透露 那是一個巨大的建築群 由數千人修住了4年 花費了相當於現在的100多億元人民幣 裡面藏有從浙江各地精選的800美少女 這些人一旦被選進宮 就再也不能出門 按照毛澤東的喜好 他們被訓練成護士 廚師 服務員 清潔員 游泳的 等等各式各樣的專業美少女 共毛一個人玩弄 他們不能談戀愛 不能接觸除毛澤東以外的任何男性 此外 行宮外圍用一個團 1,000多人的兵力把守 他們冒充成農民 蓋起農村的草屋做掩護 毛在湖南長沙有個滴水洞行宮 共設立了5道封鎖線 最外圍的是一個濕的解放軍 至少有5、6千人組成人牆日夜戰力把守 第四層是由軍隊營以上的幹部組成的人牆 都面朝外 背對著行宮保護毛的安全 裡面還有三道封鎖線 分別是由省委部署的特殊警衛部隊 和毛的特殊警衛部隊8341把守 毛還有一個最奇特的行宮 那就是它的專列了 1961年2月 毛成專列到廣州時 帶了兩個女技藥員和一名幼兒老師 還另有一位高級軍官的妻子 這位高級軍官的妻子是因為自己的丈夫被誣陷而來找毛告狀說情的 就在前往廣州的專列上 毛澤東輪流和四位女子同眠 幼兒老師使他最滿意 毛還格外鍾情於其中一位技藥員 與他有10次同窗記錄 毛讓他穿上民兵服裝拍照 然後在照片後面提示一首 薩爽英姿無齒槍 曙光出照演兵場 中華兒女多旗幟 不愛紅裝愛武裝 其實 真愛紅裝的正是這位作詩的西門慶啊 文化大革命中 這首詩竟成為家喻戶曉的毛澤東詩詞被炒作一番 1962年9月 毛城專列南下長沙 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邀請毛下車停留幾天 當晚即舉行舞會 這次毛看上了他的舞伴 毛專列稱舞員張玉鳳 從此張玉鳳成為毛的專宠 被調入中南海 成為毛的生活秘書 後見機要秘書 直至毛死去相伴共處16年 毛玩弄蹂躪過的少女有女兵 文工團員 電影明星 雜劇明星 服務員等 毛幾乎每天換人 卻不知這些女孩的姓名 即使問過姓氏也不記得 只有孟錦雲 李玲詩 張玉鳳是例外 作為女人的符號 她們有一個統一的名字 叫做謝玉契 為掩蓋毛道德敗壞的仇刑 黨組織或毛本人 必會對被玩弄過的女性做善後處理 若女方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礙於社會影響 不能把她殺人滅口 就通過層層黨組織監督 施壓 讓她拾去自動閉口 不走運的 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畏罪自殺了 而那些被地方官作為貢品 獻給毛的普通女性 被糟蹋完後就被送到東北大小新安嶺或海南島五指山等 於是隔絕的地方終其一生 為黨國保守最高機密 但也有例外的 有一年 一位被遣返的女計要員 托女友送信給毛 信中她引用陸友蒲蒜子此一手 無意苦爭春 一任群芳度 凌落成泥碾坐沉 只有香如故 暗示毛無情把她拋棄 她卻永遠懷念毛的舊情 毛也仿作一手 風雨送春歸 風雪迎春道 已是懸崖百丈兵 有有花之鞘 鞘也不爭春 只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 她在從中笑 後來這首詩 被文人默科門牽搶附會地扯上當時的政治形勢 大肆渲染一番 1962年 毛澤東69歲時 空正文工團一位年僅14歲 身材修長 一米六八個頭 格外亮麗出眾 名叫陳惠敏的女孩 進入中南海 為毛澤東辦舞和服務 陳惠敏回憶 在那個全國大饑荒 餓死4000萬人口的悲慘年代 進攻辦舞時說 對她們這班女孩子有一個實際的好處 就是可以吃一頓豐富的晚餐 富強麵和美味的炒菜 外面是吃不到的 但她們在這裡 卻為毛付出了自己寶貴的青春和珍操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 1967年 她和孟錦雲還有個叫田嶺的女孩 被毛澤東打成了現行反革命 她們因在文革造反有理時 不懂政治 就跟著發牢騷 她和孟錦雲一起議論毛澤東 說毛向皇帝三公六院 我們算什麼 是妃子要測封 是妓女要收錢 是舞女要好玩 我們什麼都沒有 這話被文工團的頭頭聽到 連夜去向毛報告 毛聽後只說了兩個字 造謠 當天深夜 一百多名士兵包圍了她們的住處 三個女孩被立即帶走關押 說她們反對毛主席 幾個月後 她們全部被開除軍籍 田嶺被押回農村老家當農民 孟錦雲被判刑關進了監獄 陳惠民被送到北大荒農場監督勞動 還遭到毒打 八年後 孟錦雲去找毛澤東 要求平凡 毛隨即召她做了晉身護士 此後 在孟錦雲的幫助下 陳惠民也重進中南海 當陳惠民回憶起自己的少女時代 十年青春 被毛這個專西順鬥叩少女青春的老銀棍毀掉時 十分的傷感 她說 她連結婚的欲望都沒有了 她還說 毛隨著權力的增長 她的性慾也變得旺盛 以致變態 無人可以適應 因為毛是一個非常態的人 性自然如此 毛是做愛的高手 不是一般的性交 她很反感周恩來裝聖人 情人多 不敢做 也反感劉少奇說她和老婆都是正式結婚 只有我一個亂來 毛的話不打自招 承認了她的婚姻是亂來的 毛何止婚姻是亂來 她的淫亂 她一生中幹的所有壞事 哪一件不是亂來呢? 毛澤東的一生是荒淫糜爛 罪惡的一生 僅在她治下的數十年裡 究竟玩弄了多少女性? 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瑞在她的回憶錄中揭露 毛澤東糟蹋了數百 甚至成千上萬的婦女 是中國歷史上最荒淫無度 最無法無天的暴君